那就是1992年 4月 21号码 一架飞机 我从广州回来 飞机掉下来了 飞机里边 我心里飞机 我把手都打断了 飞机那个座位都扭曲了 居然摇摇晃晃的飞到北京来了 外面死了 我很多次死亡 都要用枪毙 飞机掉下来了 瘟疫 饿 饥饿 好像都搞不熟 我甚至迷信了 你像我小的时候 几岁的时候 养鸽子 我把它房顶上去了 掉下来了 地下全是青石 石头 我的个子人很奇怪 我还想过 我死了 结果掉到缸里边去了 一岁一个 毫发无损 在九岁的时候 19年 就那年 我认为人生最重要的就是信心 信心 我相信我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进 散进 海富来 我们的老乡里来 就三代王性格 三代王 那也不怕这是盲目的信心 因为这十多年发生好多变化 包括商业世界发生很多变化 你会看到马云这些名字 马化腾这些人 重组资源当然是铁家最根本的一个能力 但后面它是需要非常多的细节来完成 组织的力量来帮它完成 三代王在一个越来越规范的社会里面 会觉得那种受困的感觉吗 不是 它价值怎么产生的呢 就是劳动价值 它只要复受劳动的 就一定可能产生价值了 就放在那了 但为什么没形成价值呢 总差一点点东西 就价值的形成 是无数个生产要素集合的结果 在生产要素集合的过程中 差一个的时候 我找到一个东西 集合的差一个了 我找到了 加一点点就成功了 就转化为价值了 比如说飞机开始做 飞机的时候我们公司200多人 参与这个事 最后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为什么呢 要把飞机东西运出去 不要我们干 因为一个国家的 就北京地方亿货贸易公司 怎么对外贸易公司根本不懂那套 它收1%的手续费 第一个 买飞机我买不来 买飞机非常复杂的一套 我们国家有一个 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 就委托他去帮我们买飞机 他们专门买数量飞机 买了几十年 什么标准合同什么都有 也委托他给了1%手续费 他的盖个账 标准合同 模式给他执行 你想只有一个飞机进来 一个东西出去 一千多个车皮运了运了五年 我们怎么干得下来 那不可能 随机成功以后 执行这个计划的事 只有六个人 我现在还是个办法 寻找 就把它一点点加上去 我的心情来源于这 是他方法 我就又回了黑格 只有方法才是世界上唯一的 至高无上的 不可战胜的力量 那您觉得 因为所有的方法 都会有它的局限性和缺陷 您觉得您的方法 它的局限性有 我还不熟练 我开始干的实验 就是三百块钱 把家里边缝纫机给卖了 三百块钱 我属于个体户最边缘 地在社会上也是最底层的 当然赚了更多的钱 还想赚更多的钱 还要想赚更多的钱 越赚越多 所以就一次一次不抓进去 这肯定是诈骗来的 他传统偏见 什么叫传统偏见 那你不是 你凭三百块钱 为什么干这个事 因为国家 又是归有钱 又没有金融支持 所以我就给他那个审判 我能说 我现在应该受到审判的不是我 是因为你们那个标准出来问题了 你就认为一定要有很多钱 才能干很多事 我没钱 我就也能干很多事 所以媒体那事 全国媒体围剿 我就说空手道 空手掏北狼 就一定是诈骗 我也喜欢读乌侠小说 还有不是金融以前 王独禄 他讲的最高的那个武功 就是空手多北人 发到金融那是前空大落仪 是不是发生金融 就是这套手段了 我说我有这套手段 你还说我是 我抓起来 我大家会介绍多好 是吧 这三年刚刚您说 什么意见往前冲 往前看 改变这个现状 现在还有什么特别想尝试的事情吗 没有 我今天就是 可以下一个任务就是 建立万维莎鱼苗计划 吸引全社的智慧 服务 我们不是管理 是服务全社的智慧 为你服务 我是92年通过朋友的介绍 到兰德集团来的 来的时间是92年的5月8号 到兰德报道 开始嘛 我印象不深刻 只是在四川日报上 看到为全运会捐款200万 这样一个信息 我就觉得这挺不错的 他处处为别人着想 尤其是对我们员工之好 连我老婆都说 那哪儿去找那么好的老板 您觉得他这次出狱 可他之前变化大吗 身体变化大 那确实不如以前了 尤其是他家园里面 发生过劳移血以后 他那个腿走路走不大纹 但是四位号没退化 那您对他的一个新计划 有信心吗 我当然肯定是最有信心的 他说过我都没信心了 其他人就没信心了 所以下一个任务就是 建立万维杀鱼苗计划 我估计今后就可能成为一种企业形式 如果马云知道你会发大财 马云他不知道 他也不想 他也很 一个人都会 那么是你告诉我们吧 我们努力一下 大家都可以发这个财 我们不是专门干这个事 我们公司马上 可能我估计两三个月之后 我们就会宣布 我想其实到处的这样 全世界目前的黑田恶事件 灰心灵事件 一些不可理喻的事件产生了 比如说或者保守主义 或者是民粹主义抬头 全世界不能解决问题 为什么呢 全世界300年来形成的持续 根本上受到冲击了 要解决这个世界局势的核心 就一定有新的生产方式要产生 这种新的生产方式 它一定是以智慧 我就说创造力 为中心的一种生产方式 所以不再是以强为中心了 不再是货币为中心了 是以智慧为中心的生产方式会产生 财富创造出来了 如何把财富量化难了 马克思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量 价值等于社会劳动平均时间 谁算得出来的社会劳动时间 算不出来 稍微一转化就传递 花的劳动时间多长 那越并越好 越并越有价值 花劳动时间长 所以我们就通过很长时间 我们就发明了一套分配方法 90年我飞机成功以后 我们一下 现在几百人上千人 在南东公司 都是国家机关来的 像冯伦那边就是来的 他们来什么都不知道 在工作一年 两年以后 什么都知道了 这个空手道吗 这套我也搞得来 好 我就从那受到启发 只要一个职工提出一个好主意 一个聪明的好主意 你提出来 在我们公司生活一段时间 会的一套了 你说要多少钱吧 你干脆的需要多少钱 他说要一千万 我说我给你一千万 你折腾去吧 折腾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成功了 第二个失败了 如果成功了 我们怎么 就牵涉价值量了 我怎么分配 我们分配就是 把公司送给你 送给你 我们只能保留 49%的分红权 不是股权 我们不能够参与你的 参与你的决策 也不能够指挥你 你想怎么干 你怎么干 你把折腾烧了 我也管不了你 第二 失败了 算了 就是我们倒霉 但我们怎么保证我的安全呢 我有一千个 我们说十个吧 好说话 十个一千万 一个亿 但是聪明的好主意 它产生了 和现在一般都是高技术 更是创新那 一般都是非常 它利润率绝对不是百分之几 甚至不是百分之几 它往往是百分之几百 这个跟一个风险投资的平台有什么 那很大的区别 它是一套理论 第二 我们不去评估 不去净调 也不去管它 我也不是给一点点 我给包了 把它全部 封头 找这个 找那个风险投资 你一点 我也一点 听着说 浪费在无谓的事情上 你怎么知道 一个天才的想 你怎么知道 一个天才想法的价值 你怎么知道 所以你一点不担心 那个失控 我不在乎这个事 我不在乎 所以我就创造 我们现在创造了一套完整的 从理论上说明的事了 从实践上的一套制度了 也许八月份 也许九月份 也许十月份 我就会公开 那个万伪杀一秒计划 请大家来 愿意 相信这套的 读研究生 就研究生 读这一套 完全从理论到实践 研究生 十万块钱年 住在我那 条件很好 我们也能准备点花 很多衣衣 哪怕出来几个人 我们就够了 您怎么证明这边 对他们的吸引力呢 就这边 现在有成功案例吗 我估计很快就会产生 很大的影响 每天现实就是个事 他经常会盯着我的茶杯看 他怕我没有茶 没有水了 很温柔的一个人 而且他讲话的时候 所以他可能跟年龄 都有关系 我觉得他那种 很温柔温暖的东西 出现了 但他 你不得不说 我们公众 我觉得他是非常了不起的 一个人 但这套思维方式 他不是更新的东西 当然他可能有 他自认的一些 他认为的一些逻辑 但这个逻辑 在尝试中 其实已经很多人试过了 但是我 对我着迷 让我着迷的是 他始终对宏大问题的 解决的欲望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 去面对宏大问题了 我们都进入很小的 解决小问题的时代 对宏大问题的渴望 那种生命意志 就是在这一刻 78岁 79岁 突然可以去畅想未来 这东西是很 让人着迷 这成不成功都不重要了 那些事情 我想想能够一个人 在如此 接连的不断的绝望之中 能够重新创造自我 就还有什么 比这个更了不起的事情 我今天在这开会 把全国全世界的朋友 就是视频会议 所以主要是开会 开会一般都是您讲的多吧 主要是我讲 最近一次会什么会 前天吧 京城开会 我们公司主要是开会 跟政府一样 有问题吗 大家收集情况 我们大家总结一下